看到這裡是屏東縣的泰武鄉 目前這裡正下著大雨 而且屏東縣泰武鄉的山區 雨量已經破了1000毫米了 高達1144毫米 也從昨天到現在 目前全台雨量最高的地方 而在屏106縣到上面 因為有路數倒塌 導致高壓線斷落 這個昨天一度有停電高達了456戶 停電的範圍是在舊泰武村跟舊武潭村 這兩個部落 台電人員今天一早 已經趕底現場了 在維修這個電線 而昨天的時候 鄉長跟鄉公所的人員 也先把這個段落的樹枝給修剪 讓這個道路暫時可以有一線道 可以通過 目前高壓電線斷落的情形 台電的人員還在持續搶修當中 希望在今天可以趕快修復 讓兩個部落的村民都可以有電可以用 那麼山區的雨勢持續都還在下著 而且雨量衝破了1000毫米了 所以前往山區的民眾 要特別的注意落實 那麼這是來自屏東的資訊 再把時間交還給棚內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